董事長 主席好 各位在場的所有的夥伴大家好 我是陳曼莉 今天是我第一次的質詢 其實我是偶爾很急 所以我沒有辦法向吳坤裕委員 能夠全程用台語來質詢 我今天會用普通話來跟大家溝通 那我想就是說 其實今天我知道我是在社會福利和未還委員會 所以我的重點會是放在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重視我們台灣的社會福利和衛生環境的這件事情 大家會看到我們在幾年前曾經有一部影片 是看見台灣 那我想我會從這邊開始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請我們的院長到前面來 好 請張院長 陳委員好 院長好 我想你看過看見台灣這一部影片 那也是因為看見台灣的這部影片 引起我們國人很大的注意 那在這個之後呢 當然我們也整個社會都翻起來了 就注意到台灣的環境的問題 雖然大部分的是看起來還蠻美好的 但是又看到很多的這種千雙百孔的地方 所以呢我們也看到了就是說 對於我們的環境裡面的水 還有就是說破碎的這樣子的一個河川的畫面 那我想是說在這件事情之後呢 我們也看到了就是說我們的那個 有很多的改善的一些的工程 就開始來進行 那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民間 就是說地方政府呢 都做了很大的一個就是資源的挹注 那像在中央這邊我就看到了 我們有33億的這個經費呢 就挹注到這個裡面來 那在這個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會看到是說 投注了這麼大的資源進去之後 我們的水到底它的乾淨度 會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那我在這邊想請教一下院長 就是說你認為我們台灣的水的乾淨度 如果是最差的是0分 最好的是100分 請院長給我們的水 台灣的水打個分數的話 你認為台灣的水的分數會是在哪裡 我想分數不容易打 但是至少經過自來水的淨水處理 過以後出來的水值 應該都是合乎使用標準 那就看委員心目中 這個水及格分數是幾分 我講的不是自來水 我講的是我們河川的水 原水的話其實也牽涉到說 當時有沒有颱風 如果有颱風的時候 當然這原水就非常無法 那如果是一般的情況下呢 就是不是在風災水災的情況下 不是在特殊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要看地區 譬如說西部的河川水 通常品質沒有東部的河川水乾淨 這個也是眾所周知的事情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 你對於台灣的河川水的乾淨度 你其實並不是那麼樣的了解 你對於河川水的乾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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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一樣 像南部有幾條河 像高屏溪過去就是 以這個上游很多養豬戶 為相當有名 所以高屏溪的水 老實說 在當年養豬戶還很多的時候 其實就不是很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這個是我在今年的2月16號 就是前幾天呢 我到了桃園觀音工業區 那邊去看了一下 我們的這個水的排放 其實我跟當地的居民 民間的團體一起過去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是說 整個的水裡面呢 河川裡面 其實它都沒有活的生命 就是說也沒有魚也沒有蝦 那這個部分呢 當然就是說 我們會看到 它的這個河川裡面的污染 雖然是說 我們在這個觀音工業區呢 它會說 它這個部分已經合格標準 可是我們看到了 就是沒有生命的河川呢 其實它還是一個 不讓人民非常滿意的 這樣子的一個河川 那我們在看到 我們的河川的污染 這樣子的狀況 它會跟我們的食品 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連結 請問院長 您怎麼解釋呢 或者您怎麼理解 您說污水跟糧食安全 對 我想如果污水裡面 含有重金屬 又使用到農田的話 當然是絕對有問題的 所以如果是說 河川裡面的水質 並不是那麼樣的理想的話 它就會污染了我們的農田 然後呢 如果使用到農田 當然就是污染到農田 所以呢 所以我想這個環保署 在監控水質方面 都有一定的這個做法 避免這種現象發生 所以我們的糧食安全 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部分呢 它就會影響到我們的 就是說 就是環境的部分 也會牽扯到我們的農業的部分 也會牽扯到我們 國人健康的部分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其實是會看到 就是說我們的農田的一些的污染 其實是被大家最詬病的 當然就是說 如果是說我們的那個 河川岸邊的這個部分的話 它可能會影響到很多人 到河邊去的一個意願 所以呢 我們的河川的清水性就會不強 那如果是說它排到我們的這個 農田裡面去的話 因為現在還是有很多的地方 是灌排不分離的一個情況 所以它如果進入到我們的 河川的農田裡面了以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 農地就壞掉了 然後很多的地方 長出來的東西 大家就會覺得是說 不是那麼樣的安全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其實我們會看到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 下一張 我們的這個台灣的環境 受到一些的影響 那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 我想就是說 在我們台灣 其實大家會非常擔心 水的部分 那剛剛我請問了我們的院長 就是說 你認為這樣子的一個 河水的一個品質 或者灌溉水的一個品質 它的分數到底是在哪裡 對不起 最後一句話沒聽清楚 您說我們河川水質 最後一句話 剛剛沒有聽清楚 對 河川水質會影響到農田的灌溉 對 沒有錯 你認為它及格嗎 你說 這個河川水質 去使用於農田的灌溉 及格嗎 是這個意思嗎 是 這個也是要看地區啊 像東部的米 就是因為 你不要講東部啦 東部它其實是比較 那種人的空間 所以其實它是幾個 那種泥溉水質 就是它是幾個 那種泥溉水質 其實是幾個的 那種的泥溉水質 它是幾個泥溉水質 它是幾個泥溉水質 所以我們要去設定 是要得到许可 第二个有部分的河川它的污染 还有一些渠道污染是有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 环保署已经标定了三个主要的地区 要做污染这个河川的总量管制 但是以我这段时间 我到各地去的时候 所有的在地的民众 他们其实是最担心的 是这一块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对于食品安全 当然是说可能是从 我们的食品工厂出来的 但是很多食品安全的疑虑 它是在我们的农田 那当然是我们也不太 不太愿意去伤害到我们的农业 所以也希望这个部分 能够往好的地方去移动 但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台湾的河川的污染的情形 还是很严重 而它的源头可能就是在工业 因为工业的排放 它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严谨 甚至有些地方 可能还有一些的监督不够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东西 它就是跑到我们的河流 然后跑到我们的农田里面去 那在这边呢 市民员 师傅我能够补充一下就好 就是您刚刚特别提到农田 我们的观察现在比较有问题的是 彰化地区 这个跟以前客厅级工厂的一个遗留 那么目前很多都把它集中在 所以书长讲的其实客厅级工厂 那个可能又是另外的东西 因为那个可能又是一个地下工厂 年代很久了 所以我想说那个东西可能是另外的 但是我现在就是说 我们可以管理的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它的一个不完备的地方 那另外呢 我想现在就接到 我们会看到一个有废弃物的东西 就是炉石 炉石呢 它其实是烈钢厂出来的一个产物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它有一些的乱倒 还有乱埋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这个也是我在担任立委之前和之后 我就开始跟地方的团体连结 然后呢 他们就带我去看了一些的这个 炉石的这种乱倒 然后呢 也乱埋的这种情形 各位看到我们这张的 这是七三的那个案例吗 我们看到这一张 这一张的这个PPT呢 我们会看到水看起来是蓝蓝的 看起来好像很干净 事实上呢 它的水已经是污染了 然后它的这个污染呢 就是由因为台湾下雨嘛 所以呢 这些的炉石如果是说乱倒乱埋的时候呢 它透过一个河水 透过一个下雨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它就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水域里面来 那进入到水域了呢 当然有些水域呢 它就刚好是一个养殖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看到炉石那边的一些的污染的情形 所以呢 也会看到里面的鱼 本来里面有一些的养殖 但是呢 因为污染所以呢 那些鱼都死掉了 所以对于农民呢 对于在地的人呢 他们也造成了一些的污染的这个承担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大概都是 自己先自认倒霉 因为它既然不是地震的天灾 也不是台风的 也不是寒海的 所以这些的渔民呢 他们也会感觉到就是说 其实像这样的污染 那我们台湾 其实我们关心的不光是 我们的水的部分 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农田的灌溉 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 老百姓的食品安全的部分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 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会看到 我们台湾的这个管理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它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严谨 甚至下一张 甚至呢 我们会看到就是有关于 那个废弃物的乱倒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的这个废弃物乱倒的时候呢 它可能是不容易被抓到 因为毕竟 并不是有那么多的这个警察 或者有那么多的 有公权力的人能够驻守在现场 所以它这个乱倒呢 其实要抓到 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 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个这个是一个法院的判决 请院长还有署长 能够看一下倒数第三行 它是说这些的 事业废弃物的清理呢 它其实 它是应该要属于一般事业废弃物 但是呢 我们其实在台湾很多的地方呢 在我们现在官方的法令里面 其实有些还把它界定成为产品 那它如果是产品的话呢 它就变成是说它是可以 在市场上面流通的 但是如果它是属于事业废弃物的话呢 它就必须寻一定的管道去做这样子的一些的处理 那我想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部分呢 也看到了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民众 他在这个部分 他不太了解 所以他有些时候 他也不知道那边到的是什么东西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会希望 我们的环保署 就是说关于水的这个部分呢 还有炉石的部分呢 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工业区的一些的污水处理厂呢 它的排放 它应该要是自动连续 侦测 然后侦测了以后呢 它的及时资讯呢 应该要随时的公开 能够让住在附近的民众 甚至是农友 它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资讯 然后呢 当然也有一些的在地的团体 他们也会非常的在乎 那另外呢 我们希望能够撤销 就经济部呢 能够撤销我们的炉石 它是产品 因为呢 事实上它是一般的事业废弃物 那如果是用事业废弃物来做这个处理的话呢 我们就有一个事业废弃物的 再利用的这样子的一些的管理的一些的办法 那这样就能够把它纳入一个比较严谨的方式 要不然呢 有一些的炉石 它可能用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卖出去给别人 如果它是产品的话 它就卖给别人 结果呢 卖给别人了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 那个后续它再怎么处理 你就是追踪不到了 所以这个就造成我们环境上面的一些的污染 那刚刚我提到 透过雨水 它其实就会渗透到台湾的各个地方 地下水不说 进入到农田的部分 才是我们大家非常担心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就是说 这边我想再提出来的 刚刚提的是水体 再提出来的是我们的气体 气体的部分呢 我也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院长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孩子 呼吸的是什么样的空气 最近在台湾 其实空气的品质 其实是大家非常在乎的 尤其是PM2.5 我想请问院长 你在这个部分 你会打什么样的分数 这个当然其实 不用打分数 环保署每天对于这个PM2.5 都已经有这个监控值 最糟糕的情况 当然就是所谓的直报 那随着这季节性的变化 有的时候 从这个大陆那边吹过来的 会加重我们PM2.5 但是PM2.5的这个比例啊 那我们请环保署署长 你给台湾的空气品质 打个分数的话 你会给几分 这个我觉得打分数 我们尊重民众的观感 不过跟您报告 情绪起来呢 这个其实我们每年都有这个数值嘛 就是说照这个原来我们的PSI 那我们现在订了一个新的叫做AQI 就是这个空气品质 这个PM2.5呢 三年前开始监测 我们今年会把过去三年来的全部都做出来 那么就会有一个AQI新的 全部都有资料吗 全部都有资料 但是我们要把本土的健康 他很不堪的 不是因为他感冒 不是因为他咳嗽 而是因为空气品质的关系 他必须要戴着口罩上街 或者戴着口罩去上学 这个是让很多的家长非常担心的 尤其是小孩子 他如果是说暴露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 可能身体的状况 就让家长非常的担心 我曾经听过一位医生提过 彰化的医生 他告诉我说 他真的很想带着他孩子移民 因为他觉得他的孩子 受到了太多的这种 身边的这种无法处理的这种空气品质的 一个恶化的一个状态 下一章 我们会看到 这个也是在台北市的街头 在台北桥下面 你就会看到 其实我们的空气品质的污染 也会影响到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 让我们的透视度能够很清晰 所以不是说这个空气品质的部分 是属于中部或者是南部的团体的议题 它其实也会影响到北部 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在我们台湾 所以你如果让我们的老百姓 包括小孩子 你让他来打分数 我相信他的分数都不会太高的 甚至现在大家都觉得是不及格的一个状态 我不知道院长对这个情形 您的反应会是什么 这个空气污染来源 我们当然尽量去设法控制 民众的感觉 其实刚才署长有说 我们有监控 那一年里面有几天 到底是合格或不合格 这其实都有数据 但是民众的感觉 不会是以这种数据为这个标准 他会记得他最糟糕的那几天 所以你知道台湾的民众为了空气品质污染 上过多少次的街头吗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 所以大家只好走上街头来做这一件的反应 那我们也会看到 下一张 台湾的空气的污染的状况 当然我们很希望他有个总量的管制 就是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能够承载多少的总量 不管是空气的还是水的 那我们就说这个总量管制 把它定出来了以后呢 其实环保署并没有定这个总量的管制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监测不足 包括我们可能把那个监测的仪器 放在不同的地方 可是都没有放在对的地方 或者它的量不够 然后呢我们查查并不是太严 所以这样的情形其实是不断的恶化的 我很了解 那个像您特别用红质标示的这个 工厂管理纸报时等等等 其实去年我记得台中火力发电厂 就有一段时间因为当时应该是PM2.5 是特别高 所以它有降载 但是也老师跟这个委员报告 其实PM2.5的来源 有一半最糟糕 如果是对岸的这个 千万不要扯到对岸 因为其实有的人会觉得 你没有研究的数据 你就把这个东西都推到 有数据跟委员报告 这个是非常大的负责 我要讲说 其实本土的也占了一半多一点 本土的这些污染源里面 交通这个排气 其实又是很大的一块 所以其实您这边讲到说 减少燃煤固然燃煤发电是其中的一块 但是其实燃煤发电的这个比贡献 并不是最大的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对于PM2.5 当然出现这个止暴状况的时候 台电这边能够做尽量做 可是我们有更整体的计划 所以我们很想要了解 就是说我们在行政院的系统里面 有没有可能在工厂管理上面 能够更进一步 包括在止暴的时候 它可以减少燃煤电厂的 这个发电的一个占比 然后它可以限制排放 甚至如果需要的时候 它可以停工 就让它不准排放这样子 报告委员去年11月初的时候 有一次这样的情况 台中的电厂就有降载 我们也有后续的追踪 其实那次台中电厂的降载 所影响的大概是1%不到 也就是说很多其他的污染源 其实也是供应源 这是我们刚才院长说要表达的原因 这个污染源就是造成我们台湾的老百姓生病 所以我们要全面各面的工作 到后来就是我们的健保会破产 是没有错 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污染源的来源 和它的传输投进 都有相关的研究 我们要全面并进 包括移动的污染源 包括定点固定的污染源 还有包括境外的污染源 所以我们看到空气污染的这个问题 它其实并不是环保署所能够 自己能够管辖的 工厂的部分可能牵扯到经济部工业局 是的 然后属于这个移动污染源 跟交通部有关 交通部可能它也有很大的责任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看到的空气污染的 这个关联度的东西 它其实是要由一个更高的高度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统整 甚至在这个高度里面 可能我们的行政院的院长 他对这件事情就是要很认真的去处理 就像你在前一阵子 206的时候 你很积极的跑到台南那边处理 或者是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能够获得一个 比较妥当的一个处理解决 跟委员说明 我们去年8月行政院 已经核定环保署的一个叫做 清净空气行动计划 这个计划去年8月核定 里面让环保署透过这个计划去 可是8月有处理 但是到12月的时候 民众还是上街头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 表示说民众还是不满意的啊 8月通过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长长久久要执行下去的 当然11月的时候 可能因为天气的关系 这个空气特别糟糕 民众特别有感受 可是这个计划是一直都在执行 包括各个部会 经济部或是地方政府 像譬如说管制 好我希望院长在这个部分 在你卸任之前 我希望你还是把这个当成是 我们的国安问题好吧 就是它是非常严重的 影响到每一个人 每个人都要呼吸 我们再看下一张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生态环境 我们的栖息地到底在哪里 到底它安全不安全 那我想 接下来我们看到几张图片 下一张 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白海豚 台湾的白海豚呢 过去我们在为了国光石化的时候 我们保护白海豚 现在全台湾的海域里面 不到一百只 下一张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石虎 石虎它大部分的栖息地 会是在苗栗那个区块 那我们最近得到的讯息 就是说两个月已经死掉了四只 这个的比例非常非常的惊人 因为石虎在台湾不到五百只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你就会看到台湾的生态环境 已经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下一张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八条里面呢 它其实是应该我们在做任何土地的利用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对于栖地最少的一个危害 然后呢我们要让这个原有的生态的功能呢 要继续能够保存 不能破坏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央部会呢 它其实对于这个重要栖地环境呢 它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作为 所以呢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法令 其实在执法的时候 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危机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也很希望 我们的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环境 在化设的这个程序上面 它是农委会来负责的 但是呢它是由地方政府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公告 然后呢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但是后续就没有了 后续就没有了 所以呢我们相关的一些的保育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非常消极的 这个也是让我们非常担心 就是说台湾的西地 如果没有好好的保护 我们的动物 我们的好朋友 他们如果不在了 下一个很可能就是轮到人类 所以呢我们也很关心台湾人 就由小看大 我们的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 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就是说我们希望 院长还有我们农委会 可不可以立即公告 台湾白海豚的重要栖息环境的这一件事情 还有公路总局是不是能够提出 我们的食物保育 还有防止路杀 就是说这个动物它在过马路的时候 它就被车子把它杀掉了 这是非常让大家非常惋惜的 我不知道院长还有我们的农委会 在这个部分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 在短期之内 跟陈委员报告 我们野生动物中二息息地的公告 是有一个审议小组 我可以请林务局尽数的研究看看 白海豚 还有苗栗的这个石虎的保育 下一次开会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要问林务局看看 因为有案子的时候才会开会 那可不可以把这两个案子当成案子呢 我想委员这边既然提出来 我想开会定期会议以外 加开临时会议总是有这个弹性 所以既然委员提出这两个题目 农委会回去应该可以尽快的开会来讨论 好我希望两个月内把这个 就赶快来开一个会好不好 来把这个讨论一下 看看是不是能够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决议好不好 好我们来看资料 因为石虎这个公路局 公路总局它有一个 一个评估计划可能现在两个月开的话 那个评估计划现在被喊暂停了 因为它伪办的单位 好像并不是一个保育的一个专家系统 所以呢 这个计划我记得好像已经暂停了 因为假如都没有资料的话 开会的话可能 但是台湾有学者有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所以那个资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来收集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 我们的国家永续发展到底在哪里 报告我们的院长 我其实过去曾经在行政院的 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 担任过八年的委员 所以我对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的期待 是非常的高 那但是呢 就是说 请问院长 我们现在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 多久开一次会议 我们一年至少两次 那么一年几次 对至少两次 一年几次 需要可以两次 一年两次 就是半年开一次会嘛 是 但是有需要就可以 对 但是从来都没有有需要的时候 所以大概就是半年 去年就开了两次 都有记录在案 我自己以前在担任 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的时候 我们是三个月开一次 然后很多的小组会议 所以当我们国家在做 政府组织在造的时候 其实我们蛮希望 国家发展委员会呢 它可以变成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 但是我们很失望 因为呢 它的高度还是没有拉到 永续发展这个高度 因为永续发展 它会照顾到环境 会照顾到经济 会照顾到社会 所以它的关切的面向是全面的 那我们再看下面 就是说我们其实会看到 在联合国呢 它有一个永续发展的高峰会 它在目前已经办过了三次 每十年办一次 那我自己曾经去参加过两次 那联合国的气候变轻会议呢 我们也看到 这个都是全世界都在关心的事情 尤其在去年巴黎开了一个 COP21的一个会议 所以你会看到 这样子的事情在国际上都非常的 积极地在面对这一些的问题 其实我们会看到 气候变迁对于小国家呢 其实尤其是这种 比较是海边的 海岸的国家呢 它会造成一个生态 还有造成人民的一个伤害 那甚至现在也有说了一个名词 叫做环境难民 所以呢 对于小岛国家呢 成为环境难民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也在看下面 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台湾呢 气候变迁里面它带来的一些的气候的变化 也造成了含害 所以呢 它也影响到我们的这个 农产品 包括鱼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 蔬果 它的这个伤害 那我们会再看到 我们下面呢 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 它面临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理 那当然我们从国外取经回来的时候 我们也有讲到 我们自己应该要怎么做 包括我们的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的架构下呢 我们对气候变迁 还有节能呢 这个部分都要进行一个 各部门的一个很像的合作 可是我到目前为止 是看不到这一块的 我们再看下面 包括了我们也从网路上面的系统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 就是说我们的 资料的收集非常的完整 比如说法国 法国呢 那边他们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 核能的发电呢 会减少 75%降到50% 还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呢 也会降到40% 再生能源的占比呢 提高到40% 我不知道我们的行政院 在这个事情上面 下一张 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 能不能更积极一点 甚至我们看到美国 美国的国防单位 他们的军队的地方 他们也朝向 节能这样的状况 下一张 我们会看到 法国呢 他们把他们的公路呢 变成一个太阳能的公路 五年内就能够 能够供电 所以在下面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全世界都在为了这个 进行下一个世代 而做这样子的 一个积极的准备 甚至呢 速度之快 可能超乎 我们台湾人的一个想象 各位看到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 太阳能的一个机场 好